自从男友大床成为酒吧的老板后 总有很多时尚漂亮的女子围绕在大床身边 尽管薇薇心里吃醋 但仍然相信大床这是工作上的应酬 直到一周前 大床杂乱的房间突然变得干净整洁 对于薇薇在大床房间 发现一根别的女人的长发 大床始终采取回避的态度 那么这根头发的主人究竟是谁 又为何会出现在大床的房间 她今天会来到现场接受微微的告白吗 其实我认为这个头发本身不重要 最关键的是在于 这个头发是有人放的 还是有人掉的 但是呢我认为捕风捉影都是不重要的 关键是要当事人自我陈述 才是真正态度的体现 好吧 过去开门 如果你的男朋友他今天不来 他觉得你就是无理取闹 接下来你怎么办 他要是舍得把我自己扔在这 那我也对他死心了 但是我今天既然来到这了 我也算是为我的感情努过力了 我也算给自己有一个交代了 那如果他真的有了心上人呢 我很伤心 那你会原谅他的背叛吗 原谅不了 如果说他只是一时犯错呢 你能原谅他吗 不能 好吧 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希望他能够来到现场 好吧 好吧 好吧